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今 谈笑间 强鲁灰飞烟灭 千变三国 纵懒人生 大家好 我是亚欣 今天我们要说的呢 就是这一位三国时期颜值的 唐霸子 定场诗念奴交赤壁怀骨当中的 宫瑾 正是书中形容 资质风流 仪荣秀丽的大帅哥 周瑜 这么一位青年才俊 可是我们却放到了困境片当中 想必啊 您肯定猜到原因了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先从周瑜的生平讲起 周瑜和孙策呢 是竹马 年轻时 萧永如小霸王孙策 也需要周瑜的接应 可以说啊 这个孙策拿下江东 周瑜 鞠躬甚尾 他们彼此呢 很信任 只可惜嘛 这个孙策死得很早 所以说 在跟那个弟弟孙权 交代一言的时候 就说了 说内事不觉可问张昭 外事不觉可问周瑜 恨瑜不在此 不得面主之也 而周瑜呢 也在星夜奔丧后 承诺会尽心的辅佐孙权 并且自谦说 难以承担如此大任 给孙权呢 推荐了鲁肃 不仅如此啊 这个江东的张昭跟张宏 此二章 也是通过他才为孙策推荐的 后来曹操脱名汉相 让孙吴派一个儿子 入朝当作质子 这种方式是自古以来 用来牵制诸侯的 孙权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 周瑜决断的说 说江东兵精良族 将士用命 我们何必说 你听曹操受他牵制呢 我们不如静观其变 曹操这个时候 已经挟持汉县帝了 在北方渐渐作大 所以说周瑜的这一举动 可以说是代表着 江东的对外策略 那很快 奠定江东局势的 赤壁之战就来了 这个才是周瑜的舞台 当然哈 看过演艺的都知道 这个赤壁其实周瑜 没太发挥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诸葛亮了 我们多多少少 我们都听说过演艺当中 周瑜因为嫉妒诸葛亮 发出了寄生于 何生亮的感慨 可以说是硬生生的给气死的 那么这个就是周瑜的困境了 我们说那么好的一个青年才俊 怎么就因度走到了死局呢 我们来理一理哈 赤壁之战之前的局势 是完全倒向曹操的 所以说大战之前啊 孙吾的一众谋事都劝孙权投降 毕竟曹操百万雄士 刚刚灭了原始 三分天下占据其二 势不可挡 而鲁肃呢 他跟外来的孔明则立主 联合刘备抗击曹操 孙权很犹豫 就想起了兄长的遗言 说外事不决 你得去找周瑜 于是呢 就把周瑜给叫了回来 那见孙权之前 这一帮文臣是深夜来访 周瑜就问他们 说 说你们都想想曹啊 得到我肯定答案 周瑜就说 说我也这么想 后来呢 这个文臣刚走 武将又来了 他们就立主抗曹 周瑜又说 说嗯 我也想跟曹操决战 我怎么可能会投降呢 两边都不讲实话 所以说 周瑜他原本的段位 是很高的 他说假话 骗了朱葛亮跟鲁肃 假称自己要投降 那么这样孔明就得来求他 可是结果呢 又被朱葛亮 以曹操下江东 欲娶二乔这么一击 说曹操不是建了 那个童雀台吗 他的儿子曹植 就写了一首童雀台赋 孔明呢 他就把其中的一句改成了 懒二乔于东南西 乐朝夕之与共 就是说曹操呢 他就是惦记着 你周瑜还有孙策的老婆才来的 周瑜这一听 没兜住 怒发冲冠 先输了一局 所以呢 这个其实就暴露了 周瑜的第一个弱点 也是我们可能平常 需要注意的缺陷 叫做耐不住 我们看看 比如 他原本呢 是设计助我亮 去巨铁山断曹操梁的 说曹操他自己就经常断别人梁 这高手 而能不防备吗 诸葛亮呢 也知道周瑜是想害他 想设计他 可他也不说 不紧不慢的 整兵被马 然后往那跑 鲁肃呢就说 说这个 说周瑜你这一去能成吗 周瑜说 说我呀 水战 部战 这个车马战 我都行 我怎么能不成呢 我可不像你们周都督 你们周都督只能打水战 其他都不行 鲁肃很老实 就把这个话原封不动的传给了周瑜 周瑜听 好这还行 不用他去 我自己带一万兵马前去巨铁山断梁 周瑜的耐不住 就体现在这了 反复已经忘了 其实断梁道这件事 是用来设计诸葛亮的 然后诸葛亮呢 又适时的体现了一下大度 说曹操啊 他向来爱断人两道 肯定会重兵提防的 周瑜让我去 是想让曹操杀我 他要去呢 必定也会被擒的 用人之计 还是同心同德的好 所以你看对比起来 诸葛亮就显得游人有余 修有成竹一些 所以说 周瑜为什么嫉妒他呢 因为诸葛亮确实比他厉害 那么这个呢 就是周瑜的第二个弱点了 他接受不了 比自己厉害的对手 赤壁之战是周瑜为大赌督 成普为副赌督 成普呢因为比周瑜年长 资历也老 原本是不服周瑜的 称病不出 可是呢 看到周瑜调兵遣将 行事有法度 又声明大义 就主动来谢罪 周瑜呢也不计前嫌 这个是周瑜明面上的优秀 背后呢自然也不差 周瑜呢将棘就棘的应付了曹操的打探 曹操呢派来了蒋干 他呢就装罪 跟蒋干呢同踏而眠 奉献了影帝级的表演 就是为了骗蒋干去偷他桌子上的那个伪造的信件 从而呢毫无信 说曹操军中为二擅长水战的 蔡茂和张允 把他们赶尽杀绝 可是这些啊 他们都是不如周瑜的人 周瑜呢 他知道自己不如诸葛亮 因此呢他起了杀心 被鲁肃给劝阻了 鲁肃是怎么说的呢 说这个诸葛亮的哥哥 诸葛锦 他在江东 你把他哥哥叫来呀 用他哥哥去游说他呀 一同为我们都无效力呀 那周瑜呢就派了诸葛锦去 所以呢 我们其实也可以说 他并不是嫉妒诸葛亮比自己强 他只是担心说这么厉害的人 会危害他江东 诸葛锦去劝诸葛亮 诸葛亮呢不仅不为所动 还反过来呢去劝诸葛锦 说你跟着我一起去跟我们主公刘备吧 周瑜这才又重新起了杀心 就像他自己说的 说此人见识胜无十倍 不杀不行 周瑜呢他一边设许葛锦亮 让诸葛亮去弄剑 一边又在草船祭鉴成功之后 亲自的去出寨迎接诸葛亮 以对待师长的礼仪去对待他 可见初瑜个人啊 他其实非常的佩服诸葛亮 只是呢出于江东集团的利益 他必须要杀诸葛亮 所以说这其实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遇到了技高一筹的人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啊 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懂得欣赏对方的优势 欣赏而不是记恨 周瑜的嫉妒呢其实也是不得不 毕竟嘛他们不是一个阵营的 而他也不想跟技高一筹的人成为最好的对手 而我们看与他同阵营的成普 成普资人不如周瑜 却能很好地调整心态 重归谦逊 只可惜这个余亮二人是对手 不能如此 因此呢 我想到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避其锋芒 就算必须要共事 也要尽量地避免针锋相对 您看周瑜 不断地去设计诸葛亮 赤壁之战之后 又想利用孙夫人嫁给刘备 想用美人计 可是结果呢 这个孙夫人跟刘备走了 诸葛亮还特意让士兵们在船上是大喊 周郎妙计安天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 有损呢 这能不气吗 最终在三次交锋之后 周瑜是怒气填胸 坠于马下 感慨着寄生于何生亮 而死迎来了有点憋屈悲惨的结局 因此我们说 说他的失败经验啊 您一定得吸取 不然啊 郁杰于胸 很容易耽误自己的生活 最后呢 我们也想留一个小彩蛋 演艺当中的周瑜 可以说是因为气量狭小 而造成了他的英年早逝 但是正史上的周郎 却恰恰相反 周瑜呢 他本人雅量高致 心胸广阔 有容忍之量 绝不至于惨死在一具 寄生于何生亮的心气上 然而在演艺当中 只能成为衬托孔明的炮灰 这何尝不是一种戏剧性呢 那周公瑾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下一期啊 我们要接着江东来聊 说一说周瑜的竹马 英年早逝的小霸王 好了 我是雅欣 下回再见